北京農工特補库核心 虽然中秋要来年 是都在无人製造过拼 因为当年製造越做越专业 让北京農工的过拼在厚 很受欢迎 一方面是为住独居老人 另一方面我们学校 原则上教职员工 每位都送一盒 那我们学生 我们每一个都送一个 让他们尝尝 虽然核心压在下的改端 不过北京農工特補库老师 是用最严格台独的制度 而且现场可以来协作制作的核心 都是经过口气 制作出来的产品也要接受配品 他们就觉得这蛋黄酥 破一个小洞在底下有什么关系 只会你就把它放到盒子里面 可是我可能还蛮坚持的 那我就会希望说 这些稍微有一点点 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没有完美的月饼 我们就把它当喜福饼 让我们的礼盒 真的是可以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另外还有比较特别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让学生 他们自己去分配今天的工作 有机会把你制作的核心 都表现赴到很多技术 和行销商品的进化太多 再自己用手捏成 然后再拿进烤枪烤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比较注意的是 他们包的时候 包太饱 然后我们就比较难控制那个温度 包出来的话就是 就是洗浮品不是很好 是要让卖相加一点 因为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因为用专业的台独来要求核心 让北京龙江条博库的中手杭变在压 担担不穿外面 受精气影响减少 反倒很大 而且製作完料也没有因为 气质 握着肉种来处待 所以我们在油脂跟一些食材的 一个选购部分有特别的注意 那因为蛋黄酥热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怕高热量 所以其实我们里面的蛋黄 是只有就是半个 半个的咸蛋黄 那我们的讲求的部分就是 低糖低卡路里 然后比较健康的一个食品 八甲龙江条博库 未来也要继续努力 各位用较买的海藻糖 制作适合中部的品牌 他想到结合后来農金库的地味 推出适合泡地吃变的中手团营在压 不然很期待 记者理科三藏报道